然後我帶回家非常的困擾 月茶沒用茶啊 很大樹的花很難茶 那時候很多的朋友抱怨 有一個朋友就說給我好了 因為他最近在做乾燥花 喔這樣很棒喔 所以我就直接隔天就立馬送到他 送禮MG級 送禮醜八塊 在這邊都不死 他們真的很喜歡用補食這樣 有大概七個大的前提 就是如果你要送日本禮物 不要踩到這些雷 第一個就是 就譬如說 劇的票啊 然後自己讀 覺得很不錯的書啊 書真的是這麼是比較鬆 有點困擾又定點 對 是我要 對 以前還會有人送CD啊 其實我在查的時候就覺得 後來真的就好怒喔 就在日本是真的很生氣 就譬如說像舞台劇的票 我一開始都覺得還好 舞台劇很花時間 但是後來對 那他們就說 你憑什麼還卡丁 你決定說我要在那個時間 就是看這個東西 對 沒錯沒錯沒錯 我的頭頂唱師是特愛舞台劇的 每次他跟我約吃飯 他都會先約我看戲 哇塞 這真的有點困擾 對 可是還好啦 因為是免費 我來月票其實蠻貴的 對啊 很貴啊 第二個我覺得是超級別大雷 第二個我覺得是超級別大雷 第二個就是大雷 真的是超級大雷 就是手作模的 手作模的 輕手作模的 舉翻 餅乾啊 蛋糕啊 圍巾 對啊圍巾啊 還有很多歌曲 自己做的歌曲 還有寫信啊 可是那種長篇大論的戲 喔對卡片基本上不寫 對在這種時候朋友都不會寫 情人之間剛開始 對那也不會寫到很長 對對 就是幾句話 對而且會可愛一點 就比如說畫個小畫 喔對 以前不是有時候小時候還會有人是 卡片也是自製的嗎 喔那個真的是在日本不行耶 我覺得他們真的會嚇死 對啊想說我對你做了什麼啊 你怎麼這麼愛我 奇怪喔 對 他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太沉重的禮物 對 偶墨衣 偶墨衣在日本人的眼中就是非常 對 沒有辦法直面很炙烈的感情 他們都覺得就不要有感情 對 走博的話 他有時候也會給一些小 就是手寫的東西 可是他都是真的就是一行字兩行字 然後很可愛 然後你就很吃這一套 對我就很吃這一套 都沒有手寫過 他以前很 他一直很節省能源耶他 巨大或是太多 就是一百朵玫瑰啊 對 然後那種很大的裝飾品 其實送花的時機很少嘛 就真的是那種退休人士 然後退休人士的話 他也不會買太大 都是小小的很可愛的 對然後一定要給你帶子 他還會說不好意思這樣很難拿什麼的 要先道歉 要道個歉 他們很多花都是那種附帶花籃 喔對就是你可以直接放 就直接放著 然後那個 哭了就丟掉 但是我有說很大樹花 真的就是 是 仰慕著 對 嚇死 那種真的是會嚇死 真的是嚇死 嚇到不行 啊你怎麼帶回家的 就 他有帶子 然後我帶回家非常的困擾 那時候就 因為擦沒用擦啊 對然後我就 很大樹的花很難擦 我那時候很多的朋友抱怨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就說 你給我好了 因為他最近在做乾燥花 喔這樣很棒 對所以我就直接 直接隔天就立馬送到他 這樣去 很棒很棒很棒 對 比如說像手機吊飾啊 你沒有用的時候 如果你們又很常見面 什麼職場之類的 你沒有用就會被發現 對阿 所以就會變得很困擾 然後收到人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收到禮物 然後在那邊搭去 對造成我的煩惱 就會很生氣 對 比如說你去京都旅行好了 會有很多吊飾對不對 你如果買吊飾回來給人家 人家真的會很尷尬 對那個真的很困擾 然後反正基本上 其實他們就是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 一般日本人在送這種禮物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希望可以送 會消失的東西 所以都是 都是 吃的 吃的就好 吃的如果你還送那種很大盒的 就真的是 害怕 對 害怕 對 不自如 不要 不要讓日本人害怕 因為日本人真的很容易害怕 很容易擔憂 他只要 一害怕他就遠離你 對他就不回你訊息 對 比如說你拿一個名牌的袋子 然後裡面放別的東西 不然就是比如說你拿了一個袋子 然後那個看起來像是一個衣服好了 但裡面裝一個吃的 就是像這種他們也是有點沒有辦法吸收 我們明明在買禮物的時候 那個店員都會特別跟你說 我要不要再給你的袋子 對 對 所以需要注意一下 然後我覺得他的嚴重程度沒有前面 對 頂多只讓人覺得 就求一不思 就說啊 啊 講吧 但是沒有到討厭啦 對 你殺雞不足 過敏送花 沒有耳洞 然後送那種真式的耳花 我看到一個例子 那個人氣到不行 因為他好像就是不敢吃tomato 然後那個人送了他 乙冠義大利帶回來的 水煮tomato 就是我是覺得不熟的人就不要送禮了啦 對啊 對真的不要亂送 想要下阿米的話就送他起 那種不一樣 我可能就跟大家訣交 還有不知所措的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還好 因為 月亮的權狀書 對 但月亮的權狀書我沒有送過上司 但那個就是因為是廣告公司的 喔 就是他可以把它拿來跟大家講說 欸我有一個月亮一塊地獎 反正這些東西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第一個 他可以立馬轉送給別人東西的話 就不會錯嘛 對 對不對 像剛才你說那個吊飾好了 我也送不了給別人啊 阿米 手做一塊蛋糕 我也送不了別人啊 就是一個原則可以轉送給別人的東西 對 男女之間需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讓人家 不要讓人家覺得你好像很愛他 對然後沒有在交往送我SOLOE的東西也很怪 還有你裡面寫的我也是 特別不愛就是 就是你一個女 我覺得大部分的玩偶都長得很醜 那你男的有說過玩偶嗎 小時候的 小時候應該有欸 我都會忘 我總覺得好像有聽你說過了 好像有欸 然後那個玩偶好像特不愛 對 因為那個玩偶很容易送錯 玩偶真的不能送 那個 因為你爸了解你 所以他知道 因為玩偶又很容易看起來年假 然後又很容易看起來不可愛 對 那個啦 戒指 戒指真的不能斷 戒指男女都不行 我覺得 對啊 我前夫也有跟我一起去買 他一交往就立馬 帶我去買了對戒 好可憐喔 現在想起來真的是 我跟他真的是人生憋悲處 我好像也有被帶去買 我好像也有被帶去買 你看吧 都有了 然後我就是不用 哈哈 像是如果真的就是穩定交往 穩交我覺得可以 穩交可以啊 穩交可以 沒有交往送上就不行 啊 還有告白啊 不如被告白 用皮粉底箱就告白了 你好容易收到Tiffon 欸 但是要不要送我Tiffon 對啊 我之前男友送過珍珠耳環 我覺得很聰明 因為珍珠我好 珍珠很好 而且珍珠寶寺 對 然後 奶刃啊 你這個忘了奶刃 風外大的 奶刃 就水瓶座的那個 喔 還真的聰明啊 對啊 而且他還滿有機膜的 哇 好棒喔 上司給你現金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你知道很像是收賄賂 就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給大家星巴克的卡 好 首先可能是因為他覺得他 他們有做他那份 我們大媽分了 所以他就有點愧疚 跟他被討厭 才送你 而且喔 最誇張的是 我們就發現他給社員是 一千還兩千萬塊 就很少對 他給助理 助理的每個人是裡面 五千塊 五千塊 很可怕 這就是一個很讚的例子 他們就嚇死 你知道 一定會嚇死 他平常對他們特兇嘛 然後造成他們的帳帳 多麻煩啊 不然給你一個星巴克五千塊 是不是嚇死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可怕 是我的前夫可怕 因為呢 我前夫在我們交往的時候 他就有要求我要送他 首制的服務 然後就支一條給他 然後他還說他想要 也是可以的相簿 所以呢 我那時候還去買一本相簿 然後買貼紙 然後把自己的照片 回老家的時候 收集一疊自己的照片 這是那個殘骸 因為我把那本丟了 但是我想說 我總是又把我自己的相片裡丟 所以這些就是相片的殘骸 我現在男友就不會這樣喔 除了這個之外 我結婚之後 他又要求會 然後往右邊一次 然後這個他那個 他有在用嗎 他有用欸 我們快離婚的前一年 我要去研修 然後不能跟他過節 所以我就說 那你要什麼 這個禮物 然後他就說 小孩 是不是超級可怕的 後來就我那年我沒送他嘛 因為我後來回來 我就跟他說我要 我要離婚 誰送你奇怪的圍巾嗎 我其實忘了 我記得 你很煩欸 你又什麼什麼事情都不記得 只有水平 來與那個Excel留下深刻的軌跡 我完全想不起來Excel 我收過什麼樣子 你只記得你說過Excel 哈哈哈哈 我已經知道了 你會不會被人家 自己是否會被人家 你會不會被人家